美国大选结果迟迟不出炉 多个州计票还在进行 当地时间11月4日 伦敦一位分析师称 金融市场在美国大选前 错的不能再错了 衍生品交易商CMC Markets的分析师 迈克尔·休森表示 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与其民主党对手拜登之间 意外激烈的竞选存在不确定性 市场小幅走低 市场此前一直倾向于拜登赢得大选 以及民主党在所谓的蓝色浪潮中 取得参议院控制权 不过休森表示 对于投资者而言 最大的问题是特朗普过早宣称胜利 并称他将要求美国最高法院停止计票 我认为最大的阻力是 川普总统特朗普的设计 休森称这样一个有争议的结果 可能会导致长期不确定性 任何一位候选人最终在选举人票上 获胜的幅度越大 市场的确定性就越大 因为任何法律挑战的可行性都会变得越小 柳森还表示 如果拜登真的赢得白宫 由于政治僵局不可避免 除非民主党在参议院占据多数席位 否则市场不会受到提振 拜登的方案与共和党领导的国会参议院之间的摩擦 将降低向人在新冠疫情中挣扎的经济 快速提供实质性财政刺激方案的机会 休森说 这样的财政刺激措施始终机会渺茫 但市场在大选前 对蓝色浪潮积累了过多的乐观情绪